那刚好呢 现在呢 就来到了我们的一个垂师茉莉的一个养护基地啊 就是我们的一个棚子里面 首先呢 给大家说一说这日常的一个环境吧 大家一定要了解 垂师茉莉是不喜欢强光的 它是一个短日照之物 就是说 你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光照 普遍来说 不会特别的强 不会特别的劣 像咱们北方的话 有如果所以养护的话呢 就是说在夏天比较炎热的时候呢 大家尽量的要稍微关照一下它 适当的打个折扬 再一个呢 就是说 经常遇到的一些问题了 首先叶子 为什么皱皱巴巴的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这些叶片的都会皱皱巴巴的 谁比家养都这样 因为垂师茉莉长得很快 长的是特别快的那种 就像咱们 十三四岁的时候有个青春期 长得很快 长得很快 这个时候容易缺盖缺乏营养 你说那孩子吃的不好吗 不是吃的不好 它吸收的量有限 它由于长得太快了 都会出现这种动容 这属于正常的 如果说大家比较有马雷的话呢 可以买一些个微量元素 微量元素的话 250克的话 大概就得有三位数了吧 就是比较贵的那种 好吧 就是可以买一些微量元素来给它 如果说 你想省钱的话呢 你可以用些花朱多系列的 好吧 适当的该加量的加量 然后咱们接下来登下来给大家讲讲别个 再一个呢 就是经常会遇到一些个黄叶的问题了 一般就是这个了 你可以看到 这边黄叶 一般这种出现什么的就是营养不良 一般黄的时候呢 都是从下面开始黄 它上面很少黄 因为植物有顶端优势 它更多都是下面黄 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黄的话呢 它这个呢 我给大家打开看 你们就了解了 来 它是两根看到没 由于它很瘦 上面开的花很多 这个时候呢 就营养不良 你看 这一根它就出现了黄叶 这种就属于营养不良了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该适当的补充营养的补充营养 那其他的黄叶就会比较少了 你像这个 你这话说 这个也黄了 这个也黄了 它其实还是两根 看到没 还是两根 就是这根很瘦弱的这种就可以开花 开花的时候就会黄叶 所以说大家的枝条如果说很瘦弱的话呢 我是个人不建议大家去上的开花的 然后这个呢 是出井了 这个就是出井了 大家可以看到吗 不过这个出井是比较失败的 出井的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叶绿树的缺失会出现这种井化的一个现象 有的植物出井了很好看 有的植物出井了就这样皱皱巴巴的 看起来像不舒展一样 说白了呢 它就是一种白化病的一种体现了 比如大家简单的一盖上 可能有的话 我看到我这个出井的垂师墨里还会找我要这个出井的 其实出井呢 看自己的一个 喜好吧 好吧 这是黄叶的一页 那么再一个说 有的话说 为什么我的垂师墨里不开花 垂师墨里的生长 大家一定要具备一些条件的 光照是要有的 它特别特别的怕冷 一般低于5度以下呢 就开始发黑哈 你看一下咱们家里边的温度 15度以上才能够勉强维持生长 25度左右呢 它长得是更哇塞的时候 空气湿度一定要高一些 要润一些 如果说枝条长得过分的长 而且你看 就像这一条 它两边会分出来过多的 过硬的一个岔 它上面就显得没有这种饱满 没有这种精神头高 这个时候呢 就是大家一定要去修剪的 要不然整体的都在摊高 都在摊涨 您看 小小的这一个 小小的这一根 就这两根来说的话 小小的这一根呢 它都会去开花 大家可以看到吗 而大大的这一根 它光摊长了 它不会去开花 这个时候需要人为的去干预 它就进行修剪 您可以怎么着呢 看大家的一个爱好了 如果说大家想要一个高枝的棒棒糖 您就把这两个枝芽往下全部给它撸掉 撸掉之后呢 把尖给它掐掉 好吧 先让它去长出来 一个比较饱满的形态吧 如果说就任由其自由发挥 自由生长的话呢 时间长了以后 也会长得花量不足 您看咱们这个 您看咱们这个的花量就是特别的充足 第一 首先咱们说它的一个枝芽的一个总高度 枝芽的总高度呢 不会很高 再一个看这个树干 树干会很粗壮 都已经木质化了 这个时候呢 它才有足够的能力去支撑那么多的花 你看看咱们家里面那个长的那个形态 对吧 也就是说修剪的一块 一定要注意 你像这种一个盆里边有两根 这个也是一个盆里边两根 对吧 这样的话就会出现一个恶性的一个竞争 你看 这样标在一起了 是吧 这个还夹着呢 给大家打开看 您看 一个盆里边两根 这个小的呢 感觉争不过大的 它就开始拼命的去开花 而这个大的呢 就拼命的去吸营养 等到自己长得很壮了 然后来一波这种爆发式的开花 您看一下 您家里边这个垂丝墨里属于哪一种情况 好吧 所以说呢 跟花儿们一直说 您养花的时候莫过于心急 先养出来枝条树干 先养根 养的好了 到时候这个花肯定不愁 很多花儿就不理解 你这样的话 尤其是在垂丝墨里上 您就看的更明显了 对吧 这吧 好了 然后最后呢 给大家进行一下总结 就是说 如果说您遇到这种怎么办 如果说您遇到我们这种一个盆里边两根的情况呢 如果说 您是想要去养花的话 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是做商品的 我们更多的是考虑去卖掉 带着花好卖 我们会留着 我建议大家把这个小的呢 还是给它分租 或者说直接剪掉去舍弃 尽量的培养出一根更壮的出来 更壮的出来以后呢 它的效果会更好看 好了 垂丝墨里呢 又是一个加声片啊 如果说大家还有什么不意外的 可以视频要留言 我是罗花1 杨花最转1 下期再见 拜拜